他們的股權是有交叉的 你覺得這樣有沒有利益衝突 北市議員林嚴峰16號質詢財建部門 提到柯文哲當台北市長時期 施作光纖網路 台智光是監造 但台通光卻是承包商 認為子母公司絲毫不避嫌 批評根本是求援兼裁判 我們不允許讓台智光這樣子的廠商 對市民欺騙也就算了 如果還提供這些假的監造的資料 有疑慮的資料 我們政府必須要有能力 而且也要有責任 去把這些的資料把它釐清 就怕偷工減料 林嚴峰認為事關未來台智光相關工房 要資訊局別自廢武功 應該落實查核 柯文哲任內三大爭議案延燒 針對台智光案 柯文哲卻自稱是檢舉人 沒有想到議會質詢慘被打臉 柯文哲有沒有把證據給你在那天的會議 沒有柯前市長在卸任前都沒有提供任何有關 台智光的資料給我們 議員授出洋洋灑灑會議紀錄 指出柯文哲任內指針對台智光案 開過兩次廉政委員會 柯文哲沒證據 卻直指行政部門跟財團勾結 潛舒肥也氣這回這口氣 難道行政單位能驗下嗎 沒有 然後可是他指控了我們的行政單位 那你要不要幫我們的行政單位 抱不平一下 所以現在案子已經在司法偵查中 如今議會議員們與官員們 執求對決 柯文哲聲線弊案恐怕不能再用直播方式 輕輕帶過得都有司法理清 三線新聞自我寶寶